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B2 上個月我推介了《The Last Last Part 2》 有觀眾就很驚訝地跟我說 你真的要推介這遊戲? 我當時還很天真以為 這遊戲就算是當時的劇透 遊戲劇情是這麼糟糕也好 但應該不會太影響遊戲的體驗吧? 怎料遊戲一推出之後 唉...我真的很後悔推介了這遊戲 咳咳 所以相比起以前 我會更加謹慎地去選每月三種推介的遊戲 推介給大家 好,廢話少說 今天就帶大家看看 我七月會推介哪三種七月推出的遊戲 Let's Go! 這個頻道主要想跟大家分享 我對一些遊戲和動漫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方便追蹤我的最新影片 第一種私心推介的遊戲 就是在PS4 上推出的《Ghost of Gizima》 中文譯名叫做《對馬戰貴》的遊戲 本身這遊戲在6月26日推出 但因為要讓位給萬惡的《The Last of Us Part II》 所以延期到7月17日推出 在這遊戲裏 大家就要在1274年的元日戰爭裏 化身成居住在對馬島的年輕武士 景井仁 在蒙古大軍入侵對馬島的時候 僑倖執命 為了保衛家園 不惜捨棄武士精神 發生成神出鬼沒 令蒙古人聞風喪膽的戰鬼 對抗入侵對馬島的蒙古大軍 而在5月Playstation 的一個直播節目裡面 就展示了遊戲的實機畫面 和一些遊戲的相關內容 大家可以控制警井人在對馬島進行探索 接不同的任務去做和收集物資 而戰鬥方面 大家可以堂堂正正闖入敵陣和敵人戰鬥之外 也可以像刺客那樣以戰鬼的身份暗殺敵人和放火燒敵營 遊戲可以說隨你喜好來進行任何形式的戰鬥都可以 而且開發團隊為了遊戲裡面真實還原日本劍術 特地在日本邀請了兩位天心流冰法的武術專家進行動作捕捉和指導 另外遊戲在畫面情義方面也很有史詩式大河劇那種感覺在 如果大家喜歡看大河劇又或者喜歡日本武士文化的朋友 對馬戰鬼這遊戲你千萬不能坐過 第二隻我私心推介的遊戲就是7月17日在Xbox One和PC上推出的Drake Hollow 這遊戲大家就要來到一個很荒涼的世界 幫在這個世界的植物村民興建屬於自己的村莊 除了要幫他們蓋菜園、掘水井這些基建之外 亦都要幫他們建防禦設施和武器來抵擋怪獸的襲擊 所以這遊戲都頗考大家在時間上的管理 哪些東西要先、哪些東西要先後 都很影響你在這遊戲的遊玩進度 另外這遊戲最多可以四人Online合作 共同守護植物村民的村莊 如果大家是喜歡玩建造經營模擬類型的遊戲 但對市面上這類型遊戲的現實元素有點沉悶的話 Drake Hollow 對你來說應該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第三隻我私心推介的遊戲就是7月29日 在Xbox One和PC上推出的Grounder 這遊戲是由黑耀石娛樂開發的遊戲 所以遊戲的品質我個人覺得應該會有一定的保證 這遊戲大家就花生成一個縮小到螞蟻小的小孩 在花槽裏面進行一連串的冒險 不過在花槽裏面的冒險 就一定會遇到很多昆蟲 雖然我們扮演的小孩就沒有 矮盒的特異功能去面對這些昆蟲 但是我們可以在防禦這些昆蟲的基地 而且可以製作武器和裝備來對付這些昆蟲 另外這遊戲最多可以四人Online合作 去共同對付這些昆蟲 不過...如果真的怕昆蟲的朋友 我想這遊戲就真的不太適合你玩了 始終...在遊戲裏面一看到這些昆蟲 就大喊大叫的話 我想連遊戲都未必進行到 不過大家想親身體驗一下 矮盒縮自己身體後的環境是怎樣的 Granded 這遊戲就一定適合你了 以上就是我私心推介三隻7月推出的遊戲 但有人一定會問 為什麼沒有Gundam Extreme VSM Beyond 老實說這遊戲 喜歡高達的就一定會買的 不喜歡高達的就怎麼都不會買的遊戲來 所以我就不列入我私心推介的遊戲了 那大家有沒有其他7月推出的遊戲 是最期待而且好想快點玩到的呢? 不妨留言講下有哪隻遊戲你最期待 以及為什麼這麼期待 我是B2 我們下條片再見 parkp 我們下條片